目前台海形勢的三個關係方 美國是焦慮焦躁 台灣則是一個字 慘 而這個慘有三個定位 第一是台灣被美國作為犧牲打 也就是犧牲台灣來對付消耗中國大陸 其次則是台灣成為了美國的提款機 還有就是台灣被矮化成了美國的小護蟲 這個提款機指的應該就是 美國從台灣身上撈錢的意思對吧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美國時不時就賣台灣一些軍備 那這個軍備有的時候台灣需要 有的時候台灣不需要 美國還要 你就要買就要買 而且多半都不是最好的一個品質 價格全世界最高 這個就是把台灣當作提款機了嘛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在下一年度 就明年的軍事的預算又大幅增加 我相信這又是美國的影響 或者乾脆說就美國的壓力吧 最近還有一條消息 就是台灣的華航下了一個訂單 要買美國這個波音的787那個飛機 買了十幾架 差不多要40多億美元 那麼據說這個是跟美國一個參議員 葛雷厄姆有關係 這個參議員在今年4月時候來過台灣 聽說他在跟台灣領導人見面的時候 就希望或者要求台灣領導人 要買這個東西吧 當時台灣當局還加以否認 說沒這個事 那現在看起來確實有這個事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一筆政治交易了 這個葛雷厄姆跟波音是否有關呢 你猜得很對 完全有關 因為葛雷厄姆是從美國的 北凱拉羅羅州選出來的參議員 而波音的787的工廠就在那個州 所以當然有密切關係 所以台灣果然成為了美國的提款機 連一個美國參議員都可以 要台灣當局買什麼就買什麼 那葛雷厄姆有沒有給台灣什麼樣的好處呢 有 你講的政治交易 這就叫政治交易 那麼他就答應台灣 好 你下這個訂單 好吧 給我一個交代 然後我就幫你在國會裡面推動 剛才我們前面提到的 《台灣政策法》是吧 它是《台灣政策法》兩個推動參議員之一 所以這就完成了這筆交易了 原來如此地地道道的政治交易 台灣之慘 在於這個犧牲打和提款機制外 其實還有一個小戶從 這一點其實不用多說 大家一聽應該也都很明白 來就是那處處迎合美國 聽美國的話就對了 沒錯 我們現在印象中 當然就是台灣當局呢 給台灣老百姓處處都在強調 要主權 要尊嚴 這個主權跟尊嚴 但是一碰到美國 在美國面前就變成一個笑話了 哪有什麼主權 哪有什麼尊嚴呢